上水期間 成校卻空無一人 因為台南歸人區的這所國校 有學童確診 目前為止已經是一傳二了 在從隔壁縣市來到歸人 已經一傳二了 那其他他們家人 還有8個家人匡列起來了 不知道會不會陰轉陽 他2月14號到學校做短暫停留 那跟同班的同學接觸的 目前居家隔離有23位 那自主健康管理有18位 那目前我們的篩檢報告出來都是陰性 該班級我們會停課14天 台南新增兩例本土 暗19949是10多歲的國小學童 父親先被曾到家拜訪過的 高雄確診男傳染 又傳染給了兒子 另一例則是30多歲的女性 暗19948 CT值19.3傳染力高 疫調調查發現 他2月13號曾經北上 跟房仲群聚鏈相關的確診者 暗19816一起唱歌 在美容護膚 SPA這邊工作 那在產生是不是在 自己本身有點症狀之後還去工作 這部分需要釐清 KTV唱歌就會了 那近距離做SPA 其實被他做過的人也是發來蛋 而高雄也被房仲群聚衍生的 宗教協會聚餐播集 兩粒本土暗19952暗19953 都曾在2月13號搭高鐵北上 與房屋代銷暗19655聚會唱歌 其中19952還是某被動原件 科技廠員工是否不敢大意 下令擴大採檢職場同事 那兩天前就沒有進入公司 那一般來講假如CT值是大於30 它的感染的風險其實不高 先做風險評估將它分幾 分成紅區黃區 那還有它的一般的管制區 整體的這個392位裡面 已經採檢了180位左右 全部都是陰性 內有廠風暴還沒落幕 又爆出科技廠員工確診 甚至足跡橫跨南北縣市 令人擔憂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